池花博 《陈茂妍》 《封茂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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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讲一下 这个课的渊源吧 大概在17年前 周老师一无所有 进工厂 进工地 摆地毯 然后因为看了一本书 穷巴 富巴巴 我知道了什么是财商 我就开始把整个罗伯德兴起的所有的书籍全部看完 然后看完以后不过瘾 因为我告诉我自己 光看书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定要找到这个老师跟他学习 然后周老师就花遍了自己打工的积蓄 就跑到了北京上了我老师的课程 除了上他的课程以外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走进培训课堂 从此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特别喜欢学习 因为我发现真的是学习可以改变命运 周老师就去到全中国各地的会场 几乎你们能叫得出名字的老师的课程 我都上过 首先说国际的 不管是罗勒勤奇 安东尼罗宾 然后杰亚伯拉罕 乔吉拉德等等全部 国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太多了 周老师上这么多课程 其实就是在丰富我的财商体系 那财商之道这个课程 其实就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这个课程这四天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课程给上董了 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真的不会再缺钱了 建一栋房子要不要打地基啊 而财商之道 是周老师的这个入门的第一课 就是那个基石 这个地基打得不稳啊 你上 你那个房子盖得再好 到最后就 这就塌了嘛 而且周老师选这个酒店 这酒店好不好 都住到这个酒店 然后非常好 风景也非常好 旁边很多人说了 老师这旁边建筑工地呀 正在盖大厦 你一大早一开门看到 哇 旁边在施工 你心情很不好 你知道我今天一大早 这个一看到旁边在施工 我心情怎么样吗 我就心情特别好 我在想啊 他们在施工 一个大厦就是这么 建建建建建就建起来了 那有没有想过 我们人的思想也是一种大厦呢 我们内在也有一种大厦呀 就内在的那套大厦建好以后 那你外在的这个大厦就会显化 所以这四天 咱们也是在盖楼啊 也是在开始给你们盖 你们内在的那个大楼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来 准备好了以后就翻开本 写上财商之道的这个 先从几个字讲起吧 先写第一个字 财商之道要讲的第一个字 写上 目的 问这一句话 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每次周老师讲课 都会从这两个字开始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啊 为什么同样一个老师的课程 讲的内容一样 但是大家都听了同样一个老师的课 到最后拿到的结果不一样 我真的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渴望 你们上完我的课都能拿到结果 但是我后来发现真的就是少数人 真的就是那3%和97% 3%的人上完这个课程真的可以拿到结果 而剩下97%的人上完这个课程只能说 你上过 没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目的是什么 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点人 赚点钱 再说各位 这四天课还没开始呢 就有人开始在拍名片了 你来干啥来了 加微信 我有个好项目 再说各位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就一场会啊 就参会你的目的就已经决定了你的收获 你如果来到这儿就是想认识几个客户 推销点产品 推销点项目 收点钱 来你告诉我 这四天的课程怎么可能对你有帮助啊 你怎么可能脑袋里在听周老师的课 你在学吗 什么呢 这一做谁有钱 完了 你的人生直接结束了 钱这个东西很好 大家都想要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今天在周老师的会场 可能你赚了一两万两三万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学完这个课程以后 你是赚一两亿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周的各位 你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当一个人抱着是想来到这儿索取的心 来 他能跟我学到啥啊 他可能短短的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 朝上路眼真的赚到钱 但是他的人生是灰暗的 真的是这样 我发自内心地邀请大家 回来 回到你走进培训课堂的那个初心啊 叫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吗 那颗心很重要 王安明心学不就讲一个字心吗 所以在座的各位 能不能保证这四天不想其他的 就是我要把财商知道这个课程学会 我要像周老师一样实现财富自由 我要真的让我的内在改变提升 可以吗 可以 那自己写本上 有一次我们在这个 就昨天晚上 前天上一次开会 我们在开财道会场 也是 我在每一次开会 我都要跟我的教练在培训嘛 我在调麦克风 周老师还戴着帽子 穿着衣服 在调麦克风 然后调完以后 我就开始跟我的助教开会 然后我的助教就在那里 哎呀 我的汗直躺 我整个衣服全吃完了 我说你热你我热吗 来摸摸我 摸摸我的背 背上所有全坦试了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专业吗 什么叫大师 大师就是在台上 他们讲到已经 他们内裤都湿了 知道吧 继续如如不动 这叫大师 我说什么叫大师 知道吧 梅兰芳为什么能成为大师啊 日本鬼子都炸了北京了 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的人 都已经跑了 他妈的小鬼子来了 知道吧 啪啪啪开始放枪了 结果梅兰芳还在台上唱戏呢 台下没有一个人 那戏班的班主都说 梅先生他跑吧 跑啥呢 这戏还没唱完 这叫大师 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如如不动啊 王阳明新学讲的是什么 又练心吗 那此时不练等待何时 你连这都说不了 你还怎么成就把业 不开玩笑啊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那不是装的 是他内心真的可以做到什么 如如不动 这才是高手 那王阳明有一天也在讲学啊 也是同样的例子啊 孩子在做手术知道吧 着急啊 听不进去 王阳明说你来这儿目的干啥 你来这儿目的是学习 要活在当下 要临在啊 你怎么能想家里的事呢 那能行吗 老师我孩子生病了 着急啊 在家里 王阳明说你孩子生病算个屁啊 王阳明说我跟宁王打那仗 举世文明 我两万人马打宁王三十万叛乱 那场仗我都没去 我正在讲课 然后王阳明就派自己的副帅挂将 去搅宁王叛乱 着急啊 学生们都着急啊 最应该着急的是王阳明啊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王阳明如果输了的话 王阳明自己 王阳明的学生 王阳明的孩子 王阳明全家都得被宁王杀掉啊 你看你们又被一个孩子的影响 练心练得是如如不动 你怎么又被别人影响了呢 还记得周老师见你们第一面吗 人与人比到最后比的不就是影响力吗 3%是影响别人的人 97%是受别人影响的人 你能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都把你给影响了 你能得低到什么为止 闹我一次 这瞬间明白了吗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